所以就像有人开车走不到路 你帮他指挥一下 佛教有个故事很好 有一位出家人 因为以前的出家人慈戒 超过十二点就不能用饭 所以那个时候没几个佛教徒 这个出家人快完了 昨天没吃饱 今天又没得吃 结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 他说哎呀 先生这附近哪一家是佛教徒 你给我比一下 我就跟他拖拨一下 那一位乞丐 那边那家 那家我知道 他很喜欢供养出人 你就去吧 结果他终于得到了 后来这一位乞丐 没多久后来生病死了 死了他变成一个很有福报的鬼 为什么 他手只要比哪里 哪里就出食物 为什么 因为他像跟那个出家人比这样一下 善心 后来因为穆建连尊者他有神通 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 他发现 怎么有一个神在人间这么慈悲 手上一直流干露 他就跑去问他 这位神 人都在天上 你怎么跑到人间 人间很痛苦的 天上的神绝对不会到人间来 因为天上没有厕所 天上没有人会生病 天上的皮肤不用洗澡了 永远香的 那是人间随时臭臭的 各位你两天不洗澡 你看你怎么睡 所以你真的要快乐 你也不用移民到澳洲来 你就移民天上就好了 天上你有一百个 一千个 一亿个太太 没有一个会吵架 天人没有嫉妒 没有吵架的一天 阿修罗道才会嫉妒吵架 所以我爸爸听我这样讲 好 决定升天 他就OK了 他只是问我什么条件 我说守五戒次数不死 他全部全部 OK 我要升天 这我爸爸很有信心 他说你这样讲我相信 天上真是如此 天上的人不用化妆 自然美 真正要化妆的叫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是天跟人之间 他不化妆他永远输人家 女人要化妆 男人要战争 他们在那种状态生存 那天人不一样 玉皇大帝有多少个太太 我讲过几百遍 九十一亿个太太 九十一亿个太太 而且每个太太都觉得 皇帝每天回来陪我睡觉 你看多厉害 这是天人的生活 所以你要得到 这一辈子的快乐 跟来世升天的快乐 那各位就要做到什么 来 守戒律 常不失 不伤害众生 想帮助别人 就很简单的心态 那我想各位 这个世界太多地方 你可以去帮助了 印尼 非洲 尼泊 哪个地方有风灾 水灾 包括美国也有 我看澳洲也有 你也去帮助 但是帮助不要有门派 比如说我那天去澳洲的慈祭功德会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帮助 非常好 你不能说我是哪一中派的 所以我不拿 这个不对的 别人做的任何一件善事 要不要随喜 随喜 我刚刚听到10月5、6、7号 这边有赶紧曲院华会 那我们在台湾就会赶快祭钱 随喜这个功德 各位要养成这个心量 千万不要说 我属于我的师父的 我属于这个道场的 其他道场的好事 我都不随喜 那你好可惜 只要是世间的善事 不分天主教 基督教 不分有没有宗教 各位都要去帮帮忙 帮帮忙 因为包括 刚刚我故意到下面 我都会去找 哪里有鸟 我那边有鸟 我那边有蚂蚁 赶快 告诉我们赞民事 赶快 外面没人 偷点两只香 做阴供 不湿 撒一点水 想尽办法 像有时候我在飞机上 有时候不吃东西 那空腹人问我 你要不要吃 我当然说要 为什么 我拿来念老半天 念完以后 不吃完 再盖回去 他才拿回去 至少我不吃了 那我想各位这一点 上个厕所也要不吃 然后你坐飞机 你也不要光顾 为自己睡觉 我飞机上的念念心经 对不对 念念阿弥陀佛 念念药师咒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舒服 那个就是天人的心态 天人的心态就是说 当你去帮助别人 你很快乐 所以学佛的第一个心 在内的是真上心 真上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那你只要保持两个原则 就是不伤害众生 然后呢 多帮助别人 供花 供水果 人家造佛像 贴金 你都要去做一下 因为包括我在台湾 很多道教的庙 他们要做什么 因为道教也是人家信仰的地方 对他们有好处 我们去帮忙 特别你要点灯 太容易了 我经常到教堂去点灯 没人管你 因为教堂那边点灯 很舒服 一块钱几个 你就点好就好了 反正圣母马利亚 本体也是佛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要去祝福他们 希望所有的教堂的人 都可以得到点灯的功德 那你养成这个习惯 但是这个叫福德 还不叫功德 不叫讲功德跟福德 才在 福德是你可以享受的 功德呢 是你知道空性 不为自己所做的 是回向一切众生成佛的 这叫功德 差就差在这边 但是功德不能够离开福德 你一定要去做 但是你不执着 回向给法人 那叫功德 当然第一个心 各位比较了解 所以你要孝顺父母 你要尊重家庭 先生 太太之间 你要关心亲戚朋友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好人 那第二个心呢 叫什么心 念一下来 解脱的心 对了 虽然我们这一辈子好了 我想各位已经认识很多 富恶带富善带反 那一辈子就不用赚钱的人 但是问题是 他不见得某一方面圆满 甚至生病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感情处理不好 所以这个世间 就算他一切都好 他最后还是会死掉 死掉之前还是会生病痛苦 生老病死 不断地轮回要去思维 所以天神也好 做皇帝也好 都是在轮回的状态 为什么 念一下 三毒心不消除 六道轮回不停止 所以你只要有贪嗔吃三毒 你身口意一定会造业 你造业必定轮回 背一下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轮回 然后你越轮回 你又没有听闻佛法 那继续贪嗔吃 继续生口意造回 继续生老病死 这个叫轮回的苦 各位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跟你儿子说 你要说妈妈考试 压力很大 你要告诉他 考不好没关系 接受考不好 才是最厉害的人 没烦恼 但是你不要再给他压力 你考不好怎么办 健康就好 做善事就好 我做一个比喻好了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出家人 七十多岁才出家 不会看字 人家这边打坐禅修 他腿酸也坐不小 他想一想 他就想要还属 甚至想要自杀 很多比丘都笑他 老了老了 你没办法打坐了 他就在那里哭 但是佛陀有大智慧 佛陀说没关系 老比丘啊 你负责帮我做一件事 现在天气冷了 你晚上少多一点热水 给出家人洗澡 然后出家人在那边打坐 你就负责煮一些开水 给他们喝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将来成就 一定成就 你相信佛陀的话 这个老比丘很高兴 哎呀佛陀亲口给我讲了 不用打坐 不用那边背经啊 多好 他就每天去忙 结果忙了一段时间 以后这老人无病而死了 等他死了以后 所有人都怀念他 因为没有人煮开水了 没有人要做 每个人都忙着要修行 谁跟你煮开水啊 所以大家就怀念他 那就问佛陀说 佛啊 那一位老比丘 佛陀现在死了 投胎去哪里啊 佛陀说 等他往生满七年 我带你们去找他 佛陀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啊 他一往生以后 因为他这种清静不思 他投胎在他们附近 最有钱的独生子的家庭 他一投胎的时候 他们家所有的瓶瓶罐罐 都出现甘露 很香的甘露 所以他爸爸就给他取名叫甘露甘露 等他满七岁的时候 佛陀带着僧团来 带你们去找老比丘 结果一到那边啊 小朋友看到佛陀 师父 跑出来了哭了 我要跟你出家 结果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他爸爸奇怪 他为什么要跟你出家 他没看过出家人 佛陀就说 他是我徒弟 因为以前帮人家烧开水 给人家水喝 所以呢 他就有福报投胎在你家 而且呢 再来他就要出家 出家他就会很快 因为他福报够了 他就会很快开悟 哇 所有比丘说 哇是这样啊 我们这几个人真的要死 还没有他有福报 结果甘露小孩子一出家 七天就证阿罗汉 七天 因为他福报具足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不要跟人家比 好不好 往里面去煮开水 像我没有 我每天就拿好几瓶水 放在外面 刚刚我也拿好几瓶 床库 他每天赶快倒 傍晚到了 布施甘露水 所以事情没有高跟低啊 因为他福报够了 他一打坐 就消除贪嗔痴 就证阿罗汉 小小七岁就有神通 你还要去问他呢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解脱的心 修行也很简单 不要花半毛钱 把你内心的贪嗔痴消除掉 当然贪心的人 各位多修不净观 什么叫不净 你贪的对象 最后都不圆满 甚至你贪的这个人也好 这里面都是肮脏的 里面有血肉大便 所以修白骨观 不管你贪哪一样东西 最后都会让你受苦 这一点要去思维 第二个叫撑 爱生气 这个生气会让你很苦 爱生气的人外表丑 口才不好 没钱 没人缘 死后下地狱 爱生气的人 修忍辱不生气的人 外表漂亮 声音好听 钱多 人缘好 死后到上帝的地方 各位要选哪一个 你自己决定 但是你要思维过 那当然我知道我不应该生气 那你就要开始修 修什么 叫慈悲观 故意的 你最爱东 最讨厌西 那你要开始练习 我怎么爱东的 比如说这个人 很爱很爱 然后把这个爱转移到他们身上 练习 或是说 最爱的 最中间的 最恨的 由最爱的 慢慢去练习爱 你不爱的人 就是不认识的 你也去接近他 观想 用观想也可以 用实际动作更好 慢慢的 那些最恨的你都可以接近他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特别是用观了 观就是打坐的时候 你对妈妈很好 对儿子很好 这个人对你不好 但是你可以练习到很平静的时候 我也要对他很好 事实上你发愿要对他很好的时候 对方的心就改变了 相不相信 比如说 药师佛是蓝色的 这个人 不理你 或讨厌你 然后你就一直用蓝色的光 跟他念 明天碰到他 就开始看他穿蓝衬衫 然后他开始拿蓝色的背包 你会觉得 原来如此 这个就是佛法很特殊的 你不要烦恼 你的心态 想他怎么样 他就变怎么样 记住 因为他本来就具足这个东西 比如说蜡烛本来点的火 他就会亮 众生皆有佛性 都有清静的那一面 但是你用佛的力量给他 去转化他 所以佛教教我们 千万不要去指责对方 故意打电话骂他 传个简讯把他骂到天亮 所以你要去对他好 因为你要修这个 你不要说 我不要见他 我不跟他讲 某人生病了 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我们在这边为他念要是佛 观想要是佛 加持他 请问他会不会好 这个就是佛教 这很简单的道理 不但人会好 事情也会好 这个就是一种 你的信心再加上佛的力量 特别是佛的力量 我们只是相信 希望对他